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小猫咪把破布子种子送给我 让我明白奶奶的爱就像破布子一样 虽然朴实却是最重要的守护 任务严满达成 但黑暗里蠢蠢欲动的又是什么呢 对不起 我真的不愿意把你丢掉 你 你要把我丢在这 我每一次看见你 就想起月月 你的前女友 难道我只是你恋爱的纪念品 算了 我还帮不得能自由呢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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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丢下我 主人 主人 又梦到了那个时候 太棒了 万岁 长高了 破布子又多长一公分了 不知道在鬼火鬼叫什么 耶 快点快点 你们干嘛把小猫民带走 上次 他整我们 我们要给他好看 你们不能这样啦 他只是一只猫耶 李安琪 你敢阻止我们 下场就要跟他一样 这家伙应该是逃了吧 可恶 我们眼泪鬼人都不可靠 李安琪 你干嘛 你们不能带走他啦 mosquitoes 安琪受伤啦 出事啦 出事啦 李安琪 你快点把妈交出来 李安琪 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哼 你少管闲事 你 嗨 亚头 亚头 兄亚头 怎么了 毛立章 你儿子打人了啦 他不过是个卖糖果的 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啊 你这个孩子讲话怎么这样讲啊 立章 不好意思 立章奇 昨天你好样的 让我在大人面前丢人 我要跟你挑战 挑战 没错 别说我欺负你 只要我赢了 你就要把猫交出来 拜托 反正你又找不到我 憨吉干嘛答应你 你 你想逼什么 嘿嘿 我要跟你比掉单杠 好 我跟你比 什么 这家伙头壳撞坏了吗 但是 如果我赢的话 你要跟你爸道歉 原来 好 一言为定 你真行 敢拿我跟张高高打赌 我会努力赢的 我看 我直接把你变成木头人 一走了之还比较省事 可是 你不觉得高高对他爸太过分了 你又想多管闲事啦 谁叫他不懂得正习 我想看爸爸妈妈都不行 比赛规则不限时间 看谁做最多下的赢 预备 击肌肚子 快点 快点 领及几纱苏定啊 十一 十二 十三 六 还有那吧 还记得伤口 不好了 不好了 江叔叔 高高要韩琪跟他比赛丢单杠 可是韩琪的伤变严重了 你快去救他 你快去救他 你这个倒是孩子 这次又有你的事情 哪有 这次我是要救韩琪 谢谢 韩琪加油 怎么样 你让我等你吗 韩琪加油 我看我直接把你变成木头人 一走两只还比较省事 韩琪加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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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高高 你输了还不快点跟江叔叔道歉 没 没 有关系 咱们回家再说 再说 谁要跟你追走了道歉了 吓得没 哎 哎 没有关系 饿请大家吃麦芽糖 哎 哎 你知道老江的麥芽糖为什么特别好吃吗 不知道是不会问 好嘛 为什么 是因为麥芽糖你的土肉贵棒 土肉贵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怎么那么香啊 这是肉贵犬的香味 肉贵犬 肉贵犬是一种天然的化合物 因为有许多优点所以被人类广泛应用 它可以抗菌除臭所以被加在口香糖里 还是天然的杀虫剂 而且不会残留在环境中 肉贵犬还能抗癌抗氧化 所以被应用在医疗保健食品中 这是什么 台湾的科学家将肉贵犬加在纸质品中 研究出环保芳香防霉的纸张 好香 还可以防霉啊 土肉贵的叶子里就含有肉贵犬 不需砍树 原料源源不绝 由土肉贵叶子萃取肉贵犬 省成本且环保哦 除了这些啊 还有给你想不到的饮料也加了肉贵犬哦 干嘛 你抓着来笑我的嘛 很好喝吧 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土肉贵种子 可乐就是加了土肉贵的肉贵犬 才会这么好喝哦 你把舌头伸出来 舌头能分辨的味道有酸甜苦咸鲜五种 味蕾中包含着多个味觉细胞 可以接收各种味道分子 那肉贵犬是哪一种 肉贵犬不属于这五种基本味道 肉贵犬会刺激口腔黏膜 产生辛辣的灼热感 加上它有独特的香味 会经由嘴巴后方传到大脑 这种口腔的刺激和香味的综合 搭配基本的甜味 就是肉贵犬让可乐好喝的原因 原来是这样 味道里的酸甜苦咸鲜 就像人类社会里的基本工作 但你爸爸的工作更特别 就像肉贵犬是比基本味道更重要的调剂品 以前我妈来接我放学 都会买土肉贵麦芽糖给我吃 现在我只要吃的土肉贵麦芽糖 她的脸就会出现在我眼前 所以对我来说 你爸爸卖的不只是糖果 也是一种回忆哦 天黑了 我要回家吃饭了 酸甜苦咸鲜 那种土肉贵种子给我做好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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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急啊 我總算找到你了啦 找…找我 我要用台灣的蒲公英 幹一環大樹葉 讓台灣蒲公英 成為我們猴桐的心靈蟬 而且 遮雨的帳篷 我們還可以做貓的造型 變成特色 這有桶喔 李長 你有錢嗎 錢喔 會死喔 那就不能中了啊 什麼 不中了